一名中国大陆男子 一日企图搭乘热气球登上钓鱼台宣示主权 却落海被日本船只救起 大陆媒体对此几乎一片尖默 官媒更是只字未提 2013年中国大陆股市全线下跌 在全球十大股指中表现最差 而六年之内大陆股票市值蒸发7.81万亿元 相当于韩国GDP总值 台湾的2.7倍 超过香港GDP总值的4.7倍 2013年北京重污染天数累计为58天 平均每周一次重污染 昨天还首次发布北京PM2.5年均浓度为 每立方米89.5维克 超出国家标准1.5倍 2014年的第一天 中共喉舌央视再次闹出乌龙事件 在当天央视播出的历史纪录片镜头中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神奇地被现身于南北战争中 引发网民一片炮轰 新台南台电视整理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this charge